大家好,今天是2月4日 恒星指數又是跌了 我一直都說293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你可以的就升穿293,站在上面3天 就可以再啟開另一個升落 不行的,你落回來 就將會再啟下一個下跳 初步看的位置2800 忘記了說,太早說了 應該等待才說 現在才說的就是 今天由於市這樣升跌 我可以說一個格局就是 屬中無大將,尿化作先鋒 半導體、電訊服務,竟然排氣了 醫療保健、醫藥股炒甚麼 起到這裏 哪些去了上面呢? 炭上來 珠寶中標上來 你有沒有買過錶的股呢? 你錶可能買,錶股你可能會少買 還有當然,銀行蒙保協都是上了少少 不過,綁織都說要上來 你看到這個叫尿化 現在排了出來作先鋒 為甚麼呢?很簡單 如果你以我解釋就是錢走 錢這樣排列,所以大家一定要看行業板塊 這些是屬中無大將 這些,阿豬、阿狗都是上來 排第一的 這些,以前那些是大將軍的 就變了個個連更堯派去守城門 因此行政之數不用想了 跌回來了 這樣,這個已經跌到村路了 跌回來了 現在還在293那裡,即是上不了去 下一個位置,以前我給是28000 我現在就給多100點下去 譬如現在去這裡,就還有800點的跌幅 這是我猜的,對不對? 再看了 為甚麼會要等低一點呢? 因為現在我看它,它真的可能會試回到通道底 通道底是怎樣呢? 就是這個通道底就是296 296 不,對不起,276 276和279差不多 就是這樣 因為你上到來之後,下回下來 這個中軸是多少? 中軸就是289 那你就287 所以,你再上到來,又再到去 那我就這個叫做假突破 這個假突破 那自然這個就是 再繼續你的是 如下的下奪旅程 有朋友問 上一石法338 不用問了,你都知道好 之前五日,基本上都是綠色的 即是資金有流入 那既然資金有流入的話 那就提提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就墊了升上去 不過,很慘 市盈率是152 所以這個都是炒一下好了 息又不派 如果這個是升穿 跌下來再升穿 因此,估計它可以再上升一些 但是,是否可以現在去吸納呢? 那又不好 因為現在開始跌少少 希望我跌回到過百度 過百度去吸納 然後指數就是1.75 大致上是保利亞通道中軸的下面 就是1.75 有人朋友問 很冷門的東西 叫做英行科技 這幾天都是跌的 為什麼會跌呢? 因為之前升得多 所以現在看到這件事 應用保利亞通道需要有一件事 特別如果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它真的表現得太好 太好、太好、太好、太好 突然間遠離這個 是保利亞通道的中軸 這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一下子 你想跳上藍天門 不行的 玉皇大帝也要蓋你下來的 所以在這點的時候 你這樣一蓋上藍天門的話 你就會不行 你應該按步驟班 排隊上去的 這個就是按步驟班 排隊上去的 日線圖上面 現在這樣一抽 抽到上去之後 要蓋你下來 蓋你下來的話 現在整個這裏 應該要是屬於 所謂看到這裏這樣蓋上去的 應用保利亞通道 一去到這裏之後 一看到有一個 不再上升的 是有一支陰燭的 散水 就好像這裏這樣 跳上去之後 不再上升的 是有一支陰燭的 還要下來通道這個底下的 這個通道就是這個 上的是 就是上的盤 下面的散水 這個差不多 都可以說是 沒有什麼走錯的地方 操作手法沒有什麼走錯 就好像這裏這樣 升上去之後 一看到有陰燭 走人 然後等幾天 當年之後 你買不買得回另計 是嗎 不過應該要走的 好像這裏這樣 你不走就去到這裏 所以暫時 早期李翁 是需要獲利先的 慢慢 就需要再看看日後 看它的走勢 然後再想回它 也有朋友問 這個是供風李業 很簡單 這個容易是時鐘慘了 這裏是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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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三天是流入 我只是從這個看 股的走勢是怎樣 很簡單 你把這些東西加起來之後 是不是這三個流入的 都不夠這兩個流出的多呢 這樣才能看多少價 就算是不去跌 都是打橫坑 比較少的機會向上升 那就這樣 這裏是江東李業 這裏是周線圖的 又是一樣東西 離開了之後 下來下來 散併 搏麥 搏什麼 搏跌嗎 來到這裏 下來下來 還不在這裏散併 這裏不散併的話 下跌下來 你不散併 就這樣 你又捱 捱到這裏上回來 我可能要好些 我會不會散併上去 對不起 你一看一看 那個是成交 你就要知道 沒有那麽大可能的機會 因此我自己講的是 散併散併散併 西亞太 一樣看就好 嘩 那麽多天都是有 證明死雞都可以彈 起這一點 彈了上來 去到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雖然它是陰竹 雖然陰竹 你看它陰不陰得到 它可以這樣上去 再彈上去 在這裏面就要看看 如果它不是的話 你就要走貨 不過其實應該要 昨天就已經開始走貨 那現在你變成怎樣 它不能走得下太多 今天的市場跌很多 它走不了太多 那你唯一希望就是 它會不會再彈 彈上去之後再跟 不過無論如何 其實一去到這裏 應該在這裏面已經出貨 那就比較穩陣了 你這裏出貨的時候 你這裏就是 你又再對這裏 就是白威亞太 很有感情的話也好 在這裏出貨之後 你希望它跌 跌 那你希望你拿回它 如果這裏沒有出貨的話 那就糟了 你希望這個 你升吧 升吧 每天你都會被失望一次 是吧 每天都被失望一次 很慘的 新秀例 因為一看 那樣子 說前幾天 前幾天 都有資金流入 是今天三月流出 那你說 那股價的走勢如何 不用問 還是好樣一點 對不對 所以它走到這裏 走到這裏之後 這個禮拜 這四天 所以它這裏就給你一支揚竹 揚竹看的時候 現在要看了 在這裏我怎樣決定 我買不買貨呢 為何我會在這裏 駁它要現價吸納 第一,起這個位置是$11.7 現在的價位是$11.7 這個我就看看,日線圖上面 它下來這裡再彈上去 我希望它再彈高一點 是不是?它彈高一點 它這裏$11.7 它這裏下來之後 我希望就起十一個二島止蝕 上面的駁它是甚麼? 上面的駁它可以升回到$12. 12元之後再跟著想怎樣? 我就看$14. 會不會上也好?我不知道 不過它見了地板 地板它就應該向天花板進發 天花板進發,這裏多少呢? 天花板這裏是$12.7 我估計它稍稍稍稍下來 那就$12.6左右 所以希望就是這樣看 今天推介的是銀河娛樂 你一看都知道 五條綠色東西 起碼必然就是 資金滾滾來 你會看到它在周算圖上面 在這裏彈來彈去 彈來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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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反我 要是你下來 你不下來的話 在這裏怎樣呢? 我就會覺得 有些類似就是 丟雞 給它沽又沽不下 既然沽不下 即是有人托 有人托的時期之中 就將它怎樣? 好像這裏這樣 沽不下 就彈上去 彈上去之後 彈完之後 這樣要看著 彈上這個位置 這裏 這個Upper band 大致上是 64.9 這樣就算是65元 所以我就看它 就是65元左右 不太多 如果能夠超越65元 再跟著超越多個禮拜 的話 很散band 如果不散的話 不緊要 一看到有這個 是陰燭的 散band 日線圖上面 讓你更加看得到 清楚些 開始移向 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那裏 是不是? 那裏突然升上來 之後再跟著 你會看到 它在貼頂 貼頂之後 有沒有再升 那頂是多少 貼頂是62.4 是啊 到那時候 你就看看周線圖 還有沒有水位升 如果你是日線圖上貼頂 而周線圖上還有水位給它 那當然可以再拼拼 你說可不可以拼很多 我不可以拼拼很多 因為在周線圖上面 它是真本是橫行的 不過 銀河娛樂 我們有什麼故事可以說呢? 疫苗 過了年之後 可能可以好一點點 它到時之中 多了人下去 那最近那一月裡面 它的賭場收益 整體的賭場收益 澳門方面的 是好了一點 就是這麼多 你現在還有什麼好過 是營業額有上升 你如果營業額都沒有上升 人流都沒有得多的話 你就不要跟我說賺 如果人流營業額都沒有上升的話 就是虧 虧銀 譬如要虧10元 我現在有營業額有人流 我可能 不是說賺10元 我可能就是怎樣? 只是虧5元而已 虧5元 好過虧10元 在這點裡面 都是有得搏炒的 炒一定是不會炒得高的了 所以這些 目前的話 在今天跌400多點 它硬是還要撐著 撐著這個日線圖 兩個月 不跌的 你就知道它的抗跌能力 在這裡是稍微好一點點 就可以寄予少許厚望 厚望寄予什麼? 還有一點細心留意 在這裡是1個頂 2個頂 3個頂 喂 不小心它站在上面 這個是62元 62元這裡 我就要求它 希望站在上65元 如果65元的話 肯定地已經破了這4個頂 破了這4個頂之後上面 我就不會這麼快走人 我就會看著相對 由這裡就是62元 這裡57元 就是中間這裡有5元雞 是不是? 有5元雞 5元雞的話 我就在62元上面 加到5元雞 應該可以67元 67元 我又不要看這麼多 所以我看著65 如果65做到的 我會將它還超越65 我將指站位置等到65 我不知道它會升到多少 因為 為什麼駁它好呢? 就是這裡似乎是1個底 2個底 3個底 這裡畫一條線下去之後 就是頂線 最重要是突破 你一突破之後 升了上去就好了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 技術形態 有少少可以憧憬 說明是憧憬的 第二件事 在這個實質的利貸 實質的營業額 有少少的憧憬 所以我們最重要是有一件事 投資股票 就要完全說 是說 你派多少息給我 你可以賺到 派多少錢給我 這個是投資的 我買你股票3元 你派給我2.9元 沒有人會走的 是不是? 但是 有時候就說 我只有一件事 其實當你做到了之後 我就希望 你一是價升 一是息升 那時候 希望 憧憬 這個叫做炒股 因為 大家都博一個未來 未來就是 不知道的東西 不知道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 好嗎不好聽 是 騙你十年八年的 怎麼樣? 是不是? 一字記之約炒 炒家又怎樣? 不騙你很久的 三、四天 輸就輸 贏就贏 這個就是過往 紀錄的是推介股票 差不多 都叫做 贏少少的多些 輸少少的少些 這樣 這個是假答觀眾的問題 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 在這裏看的話 你可以看看這裏這些 然後再跟著去看看 那個當然是情況 我們在這裏看完